是吧 对 用重色 用重颜料 去锁水 去锁啊 去锁水 但是你锁的时候呀 你注意 锁水的时候呀 还要 调重颜料去给它 调匀 还要调一下再去 那为什么 有的朋友们这一画 哎呦妈呀 哎呀 这是我一画 怎么两节颜色呀 这里都稠得不像样子 重得很 这上面呢又淡得很 这是什么原因呢 哦 这是没调好 对 我才学 我没调好 我是不是多调几下 我就能画好了 所以一大部分原因 一大部分朋友们呢 在这一关呢 已经 很顺利的 对不对 就度过了 就没有这个画糊的问题 只是 哎 有时候就是 不太灵动 才开始学 你看看这里里外外 牵涉到这么多东西 一会儿我们顺其在那往下画 咱们今天就一起来做做总结 糊不糊的问题 就是我们常说的 控水的问题 控水和什么还有联系啊 控水和运笔 运笔 运笔就是 你一边画 一边画 要一边让你的毛笔 一边动 一边运动 你看一边运动 是吧 一边画一边动 控水运笔 好比说啊 你的这个 颜料很足 很多 你不动 这个拿着毛笔 哎呀 一会儿音一大片 那你动起来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水 给它摊过去了 如果说你的纸 很薄很薄的时候 你呢 就根据纸的脾气 该动就得动 把这水给它匀开 那毛笔上就这么一多水 你呢 晕笔又很慢 它怎么会不阴 所以 真正是你的纸 很薄很薄的时候 你的毛笔上水分多 你要 动 让它速度跟得上 是不是 又说到速度啊 速度跟得上 哎呀 你这个 咱们听到这里了 是吧 同学们 咱们也不要认为 学这个东西很复杂 只不过是有一点 太现实 是我讲的有点细 其实画母的呢 如果说我们真正画的时候 是吧 也没有说是这么 这个 那个 那个 但是这个东西呀 的确 我是发自恢复的 我感觉它特别有用 所以分享给朋友们啊 所以我们要 听这节课 很认真的去听 慢慢的把里面 道道都来了 我们一直讲的就是什么 糊不糊 空水 切不切 调色匀不匀 是吧 那这张纸又画完了 怎么办 还接着画 咱们讲 听 多听几遍 咱们给它学好学透 是不是 不要认为这个 呀 怎么这么多的事情呢 那当然了 越学这个 咱们国画博大精深 我们又想把牡丹画得漂亮 所以我们必须啊 慢慢把我讲的这些都消化了 哎 把老师讲的东西变成自己的 那慢慢你是不是就透彻了 就心里明白了啊 不要着急 慢慢来 又画了这么多 我们来说说 再接着往下啊 你拿着这个毛笔 你看 你可以这样 毛笔入纸 向里来 你看这个笔度下压 你动的时候 你的 很自然的过来了 他并没有说可以 我要轻抬 压重轻抬 这个动作很细微 你看 你随便一画就是一个 就跟那达芬奇画鸡蛋一样 为啥脚在那 练上一张纸的这个鸡蛋呢 有啥意思 画那个 那个老师就是想让他发现 哦 这些是你很自然画出来的 这个物像和角度 不一样 对不对 啊 你还可以 册封 外半圆 哦 练练运笔 一会儿向里 一会儿向外 对吧 啊 一会儿再补一笔 哦 补一笔 为啥补一笔呢 就是想让外围 不规则 你 你咱想一下 要是从这儿画 哎 我画一个牡丹花瓣 我画成了这样 那刚才咱们拐过 第一张纸上 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种啊 太过于板正 在创作过程中 我们不用 我们要用这种 很自然的 外围 所以你不要去研究 你的旁边这个 是不是很圆 你没有画圆 有可能你看 哎 这个毛笔有点干了 是吧 你去检查 去自我总结 这个花笔 一般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个 就是起点 中心点 好 再起一张纸啊 咱们再接着往下画 这个你呢 一会儿拐过来 再总结一遍 多看几遍 咱们现在讲的 这些那些的问题啊 慢慢你在坏画过程中啊 它都会呈现出来 刚才啊 咱们不是讲了一个花笔吗 讲了这一个花笔 又开始讲了 你看看 这画个小牡丹 是不是就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哦 学花牡丹原来不是 随随便便的画成的 是吧 我们很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 啊 那这里的颜色我调一调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颜色 是吧 才开始啊 画上一层 然后笔尖加强 稠度要有 你看你看笔度上 是不是有水流出来了 但是笔尖的地方是 还是比较重的啊 好 我们再来试试 咱们画出一个花笔 测风云笔向外 花笔挺圆的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旁边添一点 想让它处于不规则的形态出现 美得很 接着呢 我们再来啊 咱们刚才说了这个花笔的问题 这是牡丹花的缺口问题 再来 你像这个 你像这个你要是都画成圆圆的大花笔 这个可能就不好看了 我们到最后还是 得稍稍地切一下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啊 你这个可以这么来 啊 我们说的这一个花笔啊 就是咱们看待牡丹的时候呀 一个中心花笔 中心花笔在哪里 就是你看这个牡丹的时候呀 前面 交为完整的 哎 这一辈比较完整 那我就 这个大牡丹 我就选择它 开始画了 啊 这个牡丹挺漂亮的 我选择它开始画 是吧 起伴的时候啊 那你这个还可以联想到什么 方向 你这个朝上 那你这个过来 你说我今天要画一个 朝下的 哦 我再画个 反方向的 对不对 哎 这个是决定朝向 也是一个中心辈 就是以它为中心点 就是看似比较完整的 啊 比较一个全面 比较完美的 以它为中心点 向四周开始画的 啊 就是这么一个花笔 你看我给外围都是画的不规则 朝左朝右 你自己就得布局的时候想好 朝左画 朝右画 啊 中间花笔 我们画了个中间花笔 我们再说刚才的 啊 一个 牡丹 花笔 引发出这么多的问题 啊 来了啊 测风云笔向外 啊 我那个拿着毛笔向下一扣 啊 它两个一结合 啊 又变成了 它 为什么我们创作过程中经常会画到这个侧面的花笔 就是因为侧面可以呈现出角度 问题 啊 是吧 你看好比说一个三角形 这个是平面的 这个三角形啊 它就是 是吧 侧面的 是个实物 这是平面 这是立体 所以你想把牡丹画得漂亮啊 你就得给它 来点 啊 立体造型 所以我们就 在这个创作过程中啊 它不可能全部都画成比较圆的 它还画成了 你看这个 侧面的 那咱 那个在 学课程之前也学了架子 架子问题 你看 是不是 架子打的就是这个 我们把这个牡丹呢 分成了两类 啊 分成了一个框架 根据框架来分析牡丹的 角度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架子 比较浅的花瓣 啊 比较浅一点的花瓣 我们说的架子 就是这一部分 来的 啊 这里面呢是 这是卷瓣 是吧 它卷过来的这一瓣 你看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啊 这些浅色的 都是卷过来的 对不对 这一个花瓣 我们也明了了 架子 那有朋友们还说 哎呀 这个我见有的画的是这样画的 这样对不对呀 啊 我们再来重新啊 调一点颜色 咱们呢 今天就把这个事给它说明白 明白了之后啊 你以后啊 怎么画都可以 就精通了 牡丹摆遍遍遍来遍去都知道 啊 它们之间是先后的问题 这个是先画了它 然后呢 我呢 再去稍稍的收拾一下 好比说你看 你可以留一个小缝隙啊 笔尖我们加强 而它呢 是你先画的它 这个呀 这个花瓣啊 就是你有目标 有标准 在它之上画的它 而这个呢 是空白纸 是吧 是个白面的 你悬空着在这切 你切了一下 你这 哎 潇洒一笔 完成 哎 你说它两个的效果是一样的呀 但是朋友们会发现 你在画牡丹的时候 不可能一直去 用这个透明的颜料 就是我们说的植物性颜料 是吧 它们的面相是一样的 但是干了之后的效果 它是不一样的 啊 为什么呢 因为呀 这个地方啊 你它是在白纸上画的 它没有覆盖能力 而且你笔尖也加强了 它很立体 这个时候呀 你这么一条 它这上面 如果说你用点什么 对不对 三青了 我们找一下啊 猪标了 对不对 太白了 点实了 猪杀了 对不对 很多很多啊 三青三绿 啊 调一下 颜色 啊 我们来试一下 啊 来了 再调一调 我会哪会用到这些吧 有时候我也会用到啊 哎 我起个花瓣 向外走 向外走 啊 你看我打了个架子 是吧 哎 这架子打起来了啊 我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发现我补了一点 你看 我也用到了这个方法 但是我补的时候很小心 我尽量 对不对 我以很少的地方用它 我不是说 在这都是来蹭来蹭去的 一会儿成了 所以它产生的这种效果 视觉感是不同的 那么它产生的这个牡丹 它的视觉感也是不同的 啊 这个明白了 是吧 哦 明白了 为什么这样我没用 我用的是这个 什么切个不切 你看 是不是 它不是说很绝对 所以说朋友们 学这个呀 我们要灵活掌控 啊 我呢 会给家人们一点一点讲 朋友们呢 这个同学们要有耐心 好比说这 这话来话去 又说到了一个什么问题 框架的问题 啊 我大概给这 画几下啊 来个草图 你看慢慢的又讲到了这个啊 下面再来一个 这边来一个 有同学们说不会打架子 架子该怎么打 咱们都把这个角度问题说了 说到了架子的 这个架子呀 你就是我们也刚才讲了 架来架去 是吧 架了一大圈 我们画的是个啥 我们画的这个架子呀 就是咱们看到的牡丹的背面 这就是我们打的架子 里边哪里呀 里边就是你填的地方 这个是背面的画 卷边 你看我们画的是不是卷边 我们填的是这里面 小夹缝处 你看 深色的地方 对不对 还有这里面 深色的地方 你是不是看到 但是有朋友说 我看到我也懂啊 我画不好 你看他们都是 有厚的 有薄的 卷边的 你看这个像一根细面条 这个呢 就宽一点 哎 这个是腰部的 看好了没有 哦 腰部的 哦 原来我们画的都是个架子 架子的就是它 一个花瓣的背面 而不是里边 明白了 是吧 架子明白了 你也不可能 每天都是照着 蒸花去画呀 是吧 写意程度也不同 我们现在就要 给它 你想给它 画精通 我们是不是就得 深入性的来了解一下 我们接着来啊 你打架子的时候 又打到了一个问题 大小的问题 还有一个长短的问题 矛盾不矛盾 你画个牡丹 一会儿画大画小 长长短短 错位的 是吧 你看啊 都错开了 有大的 有小的 有长的 有短的 这个腰部居然还来了一个 视角问题 我们把这个重点记下来 矛盾 让它乱而不乱 有长有短 大胆放进去画 你看 长的 短的 高的 低的 是吧 长短 高低 你看 都是 不要干啥呀 打架的时候 避免啊 左右对称 又说到了左右对称问题 刚才还说呢 鼻子呀 眼睛啊 是吧 这个对称好看 你这个就不好看 对称了 左右对称了 就不好看 我们要得让这样就好看 所以我们 现在追求的这两种美呀 又说到了 自然美 这个呢 就是比较规则的美 这个不建议用 是吧 我们再来 把这个小架子 咱们在 这儿 再一起说说 这个架子 这是牡丹花 咱们给它分成几部分 上边 下边 左边 右边 中间 是不是很到位 这个牡丹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上边 你看 还有 下边 左边 右边 中间 对不对 穿插 错位 啊 穿插 错位了 那然后我们 再接着往下 啊 往下 来一来 穿插 错位 问题 这也画好了 我也给它穿插了 那有朋友说 我还是不会穿插 你想一下 咱要是你去画 牡丹的时候呀 你给它 一样长 这个长短不说了吧 大小不说了 呃 规规矩矩 板板正正的 你这样不好看吧 它就是我们又说到了 规则美 刚才咱们还说了 不想让朋友们用 啊 花瓣排队排整齐 你说我不会穿插 我会这样画 你看哪个牡丹 是这样长的 彪彪制制的 我们一直 你往这发展 往这个自然美上发展啊 我们来追求自然美 就是说我们要这样来 啊 画花瓣的时候 啊 长的 啊 这加个短的 哎 我这再来个长的 而且还不让它从根部长 因为这牡丹花也不是 啊 在这加个 啊 在这加个 来 老师讲了 不要左右对称 我一边画一边去看 啊 长长短短的 啊 中间还有一个 下边有一个 它就是我们常说的 乱而不乱 乱了还不乱 你看看这个矛盾不矛盾 这个牡丹呢 它都有一个花梗的 啊 我们现在画的这个乱乱的还不乱的东西啊 就是咱们刚才一起说的 糙面的花瓣 糙面的这个花瓣 是不是 你看 也可以啊 远边的 我们画的都是这个 你看这牡丹上边啊 下边啊 中间 左边右边 乱而不乱 这一下又明白了 啊 这个画个牡丹呢 乱而不乱 乱而不乱还不行 还得让它有点大 有点小 有点高低的 大小的 胖瘦的 啊 那个它有一个中心点 它在这儿集合 有这个地方我们会去画花蕊 你看这个 那你给它画成牡丹 它就不是 它就变成平面的 对不对 它们之间不管是太散太乱 都是要围绕着一个中间点出发 中心点 对不对 你看我们画这个中间点 它在这个 它的花蕊就在这花瓣的后面 你看这个花蕊 是不是在它后面 挡到了 你看这个 它有中心点 你看啊 花梗照着花蕊过来了 特别重要 乱而不乱 因为你想很自然 很轻松 很欢快的把牡丹画出来 所以说呀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架子问题 咦 这张纸又画完了 你看看 画完了 没关系 咱们接下来再往下画 你看啊 又来了 这是花梗 哎呀 这个我们画了 是吧 讲了这么多 回头啊 朋友们 多看几遍 反复的多看几遍 多多的给它分析分析 不要是就是 很快的过了一遍 再也不看了 你总有一种啊 懂而不懂的感觉 它这个不一样 是不是 好同学们 你看我们又签了一张纸 讲到这里 还没画上牡丹 我们慢慢来 不要着急 颜色调一调 是不是 调色也是一大关 我们准备好 那也有朋友们说 哎呀 这个对用太白呀 我不会用啊 老师 这个太白 我一用啊 对不对 哎呀 这个颜色呀 它光发白 我们说了这个太白好用了 咱们不能加多 说说呀 这个太白 它起什么样的作用 起个衬色 锁水的作用 假如说你不去用太白 也可以 它也是没个绝对 你去用水化 然后呢 你顺便再 就这样一带 那个水加多了 红红的很好看 一干之后 不好看 这个就是干了之后 也好看 因为这个白 它可以衬色 啊 那你光去用水 你说这个 我今天画的很旧啊 那两个色都没有 我决定了 我想加稠 你加稠 火红火红的 又俗了 这个画牡丹呢 最技 俗 啊 我们就画这个牡丹就是 所以颜色用多又俗了 你为了想让牡丹好看 又是美颜 又是滤镜的 你放出来了 是很好看 现实它还是不好看 对吧 我们再接着往下啊 咱们画这个架子 册封 我来了一笔 你看我又补一下 这个咱可是刚才所讲的 全部都给它用上了 在这里补一笔 在这儿 老师讲了 要有大有小 你看运笔 我们也在下面运啊 啊 还老师还说了 有长有短 老师还讲了 这个 你可以轻轻的碾动一笔 也可以不碾 是吧 哎 你想一下 老师还讲了 要有长有短有 大有小 还要挫着胃 挫着胃还不说 他们都在集中到一个点上 中心这个点 对不对 又来了啊 老师还讲了 还不让我左右对称 左右对称了 那我避免吧 你画了一点 好像左右对称了 你看啊 我在这儿 补一点 我给它破开 破的时候 在他们的中间处 这个破 啊 这个来一个 对 我给它破开 我破一下 哎 就画好了 左边的 右边的 上边的 下边的 外加 还有中间的 那这个花蕊在哪 花蕊在这 也有可能就挡到了 是不是朋友们 啊 我们看啊 左边 右边 上边 下边 中间 挡到了 哎 这个牡丹就 好了 好了之后呢 我们又说到了 这个 切花瓣的问题 你看看 画到这里 我们开始慢慢来说 这个牡丹了 啊 这个你就回忆一下 咱们刚才画的 这个刻呀 是个反复的 永久性的 不会过期 朋友们呢 为了学牡丹 也是煞费苦心 但是呢 现在咱们把这么 一个精细的讲法 安排上了 那我们是不是 时不时的 又要复习一下 拐过来 比肩加重加愁 对不对 咱们也不可能 拿起毛笔 哎 我看吧 之后 我就画出一个 又生动又水灵的 大牡丹 它不一定 因为我们还需要练习 好 那你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 签补一下 笔尖呢 你要加稠 啊 来 你看一下 是不是锁水了 那颜色这么稠 你在下面画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在下面画 是不是 一网上一加 一摊子水 一干也不出个层次 你看我 所以朋友们 要舍得啊 咱们有舍就有得 你这时候 该舍得的时候 你就得去加强 加重 它干了之后 也产生层次 漂亮 对吧 你看啊 一切切开了 收拾了一下 来 收拾了一点点啊 然后我们在这里 你看 添 添加花瓣的时候 你从哪添呢 从中间部分 去添啊 毛笔入直 侧风向外 啊 我再入直 向里 你看这花瓣 来 我添 这一点啊 我往反方向 这个你看 我们这是来填的 对不对 这是那个架子 今天呢 我就单独的 给家人们做个课 啊 给这个同学们 你看 这是个架子 嗯